我是一个文科生 数学基础薄弱 在未来的学习中 数学又是重中之重 但是数学到底对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你好 我是2015级统计学院研究生 王延峰 其实数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 在生活中数学无处不在 我们常用的QQ 微信等软件的设计 摄影相机的采光 速度越来越快的高铁 大到世界的经济问题 小到我们在超市购物 都离不开数学 那像我们这种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 在入学之前 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基础呢 这个简单 快去看看吧 同学们 你们还在为文理差异和地区差异而苦闹吗 还在为了学习高等数学而绞尽脑汁吗 西南财经大学 高等数学先修课 将培养学生数学的学习兴趣和思想方法 减少文理科差异和地区之间的差距 帮助同学们提升自我专业能力 巩固初等数学知识 为学习高等数学 鉴定坚实基础 深厚 学习高等数学 学习高等数学 家传承